我們就是要來調整這個尺寸 那這個尺寸的話它要改成高是560 那你說老師那這張圖的寬跟高大概是多少像處 那我前面有講過我是建議 這一張圖的原尺尺寸它這邊預設好像都是公分吧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尺 原來是大小 改成尺寸 可是尺寸的話呢 Foreshop預設是公分 所以我建議是 尺寸一律建議是用 那個什麼像素來顯示 會 比較容易理解 不然你說公分這怎麼知道多寬 所以呢我是建議編輯裡面有個偏好設定 應該還記得吧 一般裡面不是有個單位 和 尺標 預設的話呢是公分 完全建議一定要用像素 千萬不要用公分 OK按確定 好 接下來你可以看到這張圖的 尺寸就出現了 有沒有 尺寸部分就是 640 乘640 意思是什麼呢 它從這邊到這邊是640 有沒有 640是個點 所以你放大應該就是640 然後這邊到這邊是640 那它要做什麼改變呢 其實改變不是寬 而是高 而且高它還說 矛點要在下方 所以意思就是說 要把它變成 這邊到這邊的560 也就是說 上面可能要扣掉 扣掉80 這是它的規定 那大概有幾種做法 第一個做法的話 就是 比較 應該是題目要的 它是希望說你可以用影像裡面的 什麼呢 叫做 版面尺寸 影像裡面的版面尺寸 那版面尺寸的話呢 它馬上會跳出說 你的寬跟高就是這麼多 有沒有 640乘640 那我可以把它修改成560 560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問題 高度就變 但問題它會問你第二個問題 如果你假設按確定的話 它變成扣掉80 如果你放在中間的話 變成上面扣40 下面扣40 也就是它變成 它是這樣子 這邊砍一刀 正面再砍一刀 中間的東西 可是題目好像不是要這樣 題目好像是說 毛點要在下方 它的題目好像是說 我要砍的那一刀 是說 要在 版面的正下方 所以正下方指的就是這裡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看一下 應該就會變成 它問你說 你這個材質比較小 是不是要繼續 不然這邊不見的話 繼續 看一下 如果假如要確定的話 你可以看TIFF 對TIFF也是長這樣 所以顯然是上面這邊不見 你不要砍錯刀 你不要砍一下 變成下面 砍到下面 它看起來就不一樣 不過啦 除非是變化體 如果你們待會有變化體 自己改一下 看哪一個 尺寸變化 比較OK 比如說560 560 OK然後呢 假設你按這邊的話 按確定 它會變成砍下面 你一切過來 不對 人家這邊 還在 所以反而下面這個不在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練習 那當然呢 將來 除了說這個方法之外 叫做 版面尺寸之外 那我建議 一定要先調整它的尺寸 這邊一定要調整它的 顯示的話用尺寸 然後單位的話呢 記得要用什麼 用那個 像素 這邊有的 一般裡面 有的叫 單位 這邊記得改像素 那 再來的話 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你們看工具裡面 其實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 裁剪工具 那你說老實 那我不要用剛剛的版面工具 我用這個裁剪工具 應該可以吧 OK 其實一定也是可以的 只是說 會不會用而已 那如果假設 你要用裁剪工具很簡單 寬度給它 640 高度給它 560 接下來的話 你直接在 這個範圍 把它 拉一個 你需要的大小 不過 你這個時候不用管說 毛點 放上還是放下 反正你就先框一個位置 因為它很難 剛剛好一拉就剛好在最下面 那你說老實不對 我要的是 在 毛點要在下方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可以移動它 有沒有 你只要框一個框 然後把這個選舉範圍再往下 那放的位置的話呢 就剛好放在 這一條線 對齊的地方 再按一下打勾 那你可以發現 應該跟這邊一模一樣 所以兩個方法都OK 看你習慣用裁剪 還是用那個 板面工具 兩個其實 都可以 只是說變化題的時候 自己自己再看看有沒有改 改一個 不同的樣子 出現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 做出 板面尺寸的變更 OK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還有一個 好像還少一個吧 稍什麼 這邊有多一個這個字 那這個字你說老實那是怎麼做出來 其實各位有沒有印象 之前不是有個宋春 宋春的話其實也類似啦 只是說你把 這個圖層 我們原來這個圖層 然後做什麼 你可以再複製一個 比如說 當然如果不按照他做的 你可以複製一個圖層 然後把下面這個圖層 選起來 然後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變成填滿 你怎麼選他 按右鍵 選取像素 選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按 編輯填滿 填滿的話填成白色 那麼 編輯填滿 可以把它填成白色之後的話 然後呢 再把這個 白色 如果你把它移動 目前它因為在下方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它看不到 你可以讓它 上下左右移動 這邊都出來 只是因為下方是透明的 所以你看不到那個效果 最後其實你可以把這兩個連結 按右鍵 把它連結在一起 然後再按右鍵把它複製到 這一張 PSD02 這個地方 這張圖就會拿過來這裡 你可以看到它就出現了 你再把它的位置 放到最上層 不然會被遮住 然後把它往下 放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 比較像送春的效果 但是你仔細看一下 它好像不是這樣 它跟我們剛剛做的有點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 它這個好像是 邊緣 是 被畫一道 所以它比較像剛剛用圖層樣式 裡面的那個 筆畫 OK 那當然 我剛剛這個效果是 用的是 那個 之前那個什麼 送春的效果來做的 我覺得差不多啦 反正你如果假設要做個陰影 如果不按照題目要求 其實這個也OK 只是說 題目有要求的話 那顯然我們這個就 按右鍵把它先刪掉 這個只是 適宜 複習一下 如果說我要讓它 變成 這個圖層一樣吧 如果你剛剛連結 你把它取消掉的話 它這邊有一個什麼 可以把它恢復 或者是Ctrl-Auto-D Ctrl-Auto-D的話 就是把它復原 Ctrl-Alt 有沒有加一個Z 復原 OK 那按照這個題目要求 那我要怎麼樣把那個 底下的這個 描邊 其實一樣 剛剛還記得吧 怎麼樣把那個 圖層樣式叫出來 記得吧 直接點兩下 跳出來 圖層樣式 或者是直接在圖層的那個小圖子按右線 叫混合選項 兩個方法 那你可以看到呢 如果你要描邊的話 就是這個啦 比畫 打勾有沒有 不過你說老師好像打勾之後 它有 但是問題它好像變胖了 為什麼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的 邊緣顏色 遇上黑色 當然你的字也是黑的 所以描出來就剛剛好是 黑邊 OK 所以怎麼改 很簡單嘛 你只要把這邊有個顏色 把它直接改成白的不就好了 白的就直接拉 調色盤拉到 左上角 就白的 確定是255252525 這邊是白的按確定 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時候呢 尺寸 預設是3 不過好像題目應該也是1 它沒有特別規定 但如果你要加大的話 這個有沒有 如果你拉大 它邊緣會比較大 我把它改成3 OK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 如果按照題目的要求 直接把圖層樣式叫出來 找到筆畫裡面 記得喔 只要改顏色就可以了 這個的話 其實改不改 我覺得無所謂 因為題目沒有講要改 大家又確定 再把這一個圖層 直接複製到 這個 這個圖 所以這個圖的話 找到PSD02 把按確定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是不是 跟題目要的 這個圖層 那一樣把它放到這邊來 這樣好像就蠻接近的 看位置對不對 位置好像太下面了 再把它上來一點點 大概這個位置 有沒有一模一樣的 這個就沒問題了 所以 最後 請各位把這個地方 把它完成 剛剛主要是針對 幾個地方做設定 包含就是說 我們這個 最後 這邊加一個字 最後把這個圖檔存檔 另存新檔 把它存檔名稱 一樣這一題 就是PSA 這一題是204 一樣存PSD 跟那個 JP區 畫面先 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 好嗎 這樣子 還有 這個是 好嗎